好 今天來介紹的是野球魂2021 那在野球魂2021的話是首度在switch平台發行 那今年的話是首次新增東軍奧運2020棒球項目的比賽 那在這個模式當中呢你可以選擇任何八支球隊的任何一支隊伍 那其中也包含了中華隊 那在中華隊的部分的話我們進去看了一下他的名單的部分的話 除了這個現在在日本職棒打拚的球員之外 其他的選手都是罐頭臉 雖然整體的名單是虛過的 不過貌似是可以編輯球員的名單的 不過我這邊的話還沒有進去做研究 那至於在日本武士隊的話這個名單是比較完整的 而且可以隨時替換一下這個狀況不好的球員 比如像是金野獅子好像就是退出了今年的這個東京奧運 我們可以把補其他的球員進來 那所以除了日本隊以外的其他球隊 全部都是罐頭臉加上虛過的球員 那在台灣選手數據的部分的話 吳念廷、王伯龍他們的打擊的這個能力值 基本上是沒有做調整的 那也就是吳念廷的部分 在今年比賽其實狀況是非常好 那也期盼KONAMI之後的更新 那會對吳念廷也要做一個大幅的調整 好那我們來進到遊戲裡面看一下他整體的這個狀況 那在對戰部分分成這個電腦對戰 那兩人對戰、四人對戰、監督模式 以及這個適合觀戰、以及這個網路連線 這幾種這個連線模式 那今天我們選擇這個鎖定球員的一個模式 我們可以挑選個別球員來進行這個對戰 那我們選擇的話是C54的文念廷 那這個文念廷是已經覺醒過後的文念廷 不過他的數據還是比較低 那今天的遊戲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的畫質的話 史密納跟PS4的野球文19去進行對比 野球文19在這個4K的畫質當中其實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不過在這一代的Switch版本的野球文2021的話 史密納是發揮他的極限 這時候有德點圈的打擊機會 是文念廷的第一個打戲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整體的畫質真的是有點下降 二壘上有跑者 頭球是上折直直 這球推到左衛方向 哇落地形成安打 啊不會是德點圈是鬼啊 不過打出去好像有點掉針耶 在這個視角有點掉針耶 哇掉針啊 哇掉針還進你啊 啊不過休息斯的球影好像就沒進你了 重播畫面的話倒是還蠻正常還蠻流暢的 但是他剛剛在打出去的那一剎那 那個moment之後的那個視角 是大幅的掉針啊 整體的流暢度就卡住了 啊我們換這個防守 那今天當然就是一雷手 那在一雷手的這個視角 是有點感覺是有點掉針的 有點不流暢 所以你在玩這個生涯模式的時候 切到這個另外一個畫面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很大的延遲啊 那當然你從這個遊戲畫面是看不出來 你是繼續感受 是繼續玩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非常明顯的這個延遲 那野球文的小毛病還是沒有修正啊 不是你的球 他還是tag到你啊 乾脆把手背關掉吧 啊這個 這個 做遊戲還是不夠用心啊 好換來第四個打席 好得點圈二三點有跑者的機會 那後面頭是個左頭手 那左頭手的框框坊還比較大 那這球打到中間方向 新正義是安打 看有沒有機會進到一分 中間野手直接殘船本壘啊 滅亭是靠著這個襯船上到二壘 那在這一代的操作部分 跟上一代是一樣的 打擊方面可以這個 開強陣 也可以推打 可以拉打 在投球部分的話 是可以 壓這個最小的點 來進行這個完美投球 好啦 比賽結束了 那在比賽結束之後 他其實也是有highlight 不過他這個highlight的話 是只有 包含你有出現的部分 他才有highlight 你沒有出現的部分 就沒有highlight 好啦 之後我們也會直播 跟介紹其他模式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感謝各位 掰掰